大庭廣众之下 我一下壓力好大 沒事 我靠 不要 不要 就是 能不能 就是我想 就問一下 就剛才是一下 什麼讓你那麼的 可能 因為我第一次第二次 都沒有那個KPI 然後就是 落率還一直很鼓勵 所以我比較 就是比較感動 五點半 就聽到這個可怕的聲音 我最怕聽這個聲了 這是誰 這是落率吧 你懂 我讓他早上八點半 請人吃飯的 好自律 五點半起床 六點已經進健身房了 七點鐘洗個澡出來 落率很自律 神情奕奕 一絲不苟的頭髮 早餐時間 天啊 真的 真的約了早餐 能不能不要吃早餐 因為我看到 這個昨天好多導師 然後都帶著大家 這個實習生帶教的 沒事 帶教導師帶一下 實習生出去吃飯 後來我就想是說 為什麼要選早餐呢 就因為你們將來做律師之後 大概率 在酒店吃早餐 會成為你們的一個 流程這樣子 沒有 一邊吃一邊聊這樣子的 對 這個 就我 當然我個人是算是 出差比較多的 那出差的話 你也會運動 對 你們會早上有 這種習慣嗎 這樣 必然沒有 沒有 我早上有睡覺的習慣 我是早上需要睡覺的那種 天啊 我現在有負罪感 走在那邊 有負罪感 那你昨天晚上有 幹到幾點 我昨天晚上 就其實也還好 我覺得 不是 先講明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這個早餐 就先不聊課題的內容 這樣子 太好了 然後我就是希望是說 就是幫你們能夠 就是進入到一個好的狀態吧 所以希望多跟我講講 就是也讓我來聽聽 你們這個實習生的這個生活 我的心跳這段時間感覺 平均每天跳得特別快 就是 就是一直處於那種 亢奮以及焦慮的狀態 就是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的焦慮點是什麼 第一就是 可能時間挺任務重 其實課題的壓力比較大 第二就是 我感覺我自身 跟他們差距比較大 所以 而且這個差距可能一時半回 都沒有辦法彌補 然後所以我只能熬夜 多看一點 沒有 真的就是 就是你們 即使任何一個人 就是在 今天 然後這個時期 可能做得不是最理想的話 我覺得不會影響你們生活的 對吧 有沒有人 如果有誰是覺得 告訴我說說 還是會影響的 為什麼呢 你覺得會影響什麼生活呢 你不一定要同意我 我就是想一下 然後 就是 感覺會給我們邪窗丟人 過來人的角度的確如此 都是人生的小溝小坎 但身在其中 就完全不覺得 那就是天大的事 馬里亞納海 對 真是過不去 這一點 我可以 很明確地告訴你們 你們如果是你們學校的 這個 老師 還是說你們的這些同學 我覺得都為你們的小溝 首先 不是每一個人有勇氣 來參加這個實習的 第二個 就是你們所有的人是 無數個實習生的申請人 到最後 我們選擇了這八個人 所以說 如果你們覺得 你們會丟臉的話 那這個我覺得是 你們是在質疑我們大家 大家律師的這個眼光 對吧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 你會給自己很多的負擔 你會給自己的很多負擔 我跟人說哭了 都 我的天 天哪 天哪 我已經把你 趕緊 千萬不要 我覺得 宇童特別好的一點就是 她的真誠很抓人 對 就是她不掩蓋自己的情緒 讓人覺得很好 天哪 我要哭了 你慌了 慌了 成功地把洛力搞慌了 沒事 是大庭廣眾之下 我一下壓力好大 沒事 我靠 不要 不要 就是 能不能 就是我想 就問一下 就剛才是一下 什麼讓你那麼的 可能 因為我第一次第二次都沒有那個KPI 然後就是 落率還一直很鼓勵 所以我比較 就是比較感動 沒有 首先我覺得我的責任 我其實你要知道就是我昨天晚上想了好久 我給自己下KPI了 然後我就想是說 我希望我的責任 是能夠讓你們在整個實習過程當中去成長 讓你們覺得有收穫 而且我對於你們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說 所以說我對於我對於你有信心 我對於你們有信心 也請你們對我有信心 好感人 最後這句話蠻讓人溫暖的 沒有 沒有 就因為我可能 就是我是一個很喜歡背負很多東西的人 就是比如說我來參加實習 然後我就會想 那我可能不只代表我自己 就是我還代表 比如說代表我們學校 或者是 代表我們家家庭 大概這樣 然後所以我就很很擔心 如果我表現得不好 或者是 就是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期 就是大家會比較失望吧 各位律師好 我是汪宇彤 我於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畢業 我的本科專業是法學經濟法方向 因為作為一名本科生 來到這裡實習 機會格外寶貴 所以我非常珍視這次的實習機會 你自己怎麼評價自己的性格 屬於哪一類的 其實我的性格比較內向 所以我身邊可能我的家長 以及我的朋友 覺得我不太適合當律師 但是我就是想證明自己 那你承壓能力怎麼樣呢 我承壓能力 我覺得還行 就是 什麼叫還行 就是壓力大的時候 我也會很崩潰 但我一般不會表現出來 我可能只是在夜晚默默流淚 但是這次因為 就是我沒想到 有一個踢館的環節 我感覺有點 生死存亡的境地的時候 明白 所以我的壓力可能已經 到了一個臨界值了 就是有點 瀕臨崩潰的那種邊界了 所以我會可能有點控制不住 他現在KPI是零分 自己給自己壓力比較大 有壓力可以去發現 但是不要讓 就是發現完了之後 一定要記住調整回來 好吧 然後挫折 經歷了 一樣 跌倒 認識到自己 現在有不足的地方 是件好事情 你會去想說 我下一步要做什麼 包括我覺得 大伙兒 今天下午我們要去見 委託當事人 就是希望你們學會 怎樣的去和當事人 去溝通和交流 然後講到這個東西 我有一個東西是 這個今天帶了一個小禮物 我主要覺得是說說 帶你們吃早飯 然後好像不是太好 這樣子的 怎麼這麼好 待你這麼好 但是不是 這是 這是 謝謝 謝謝 這是我今年 我最喜歡的作家 他叫李娟 他的一個散文集 這我覺得特別適合的是 什麼原因呢 就因為他裡面全部都是 一篇篇 短的散文 可能讀一篇的話 可能也就是花給你 五分鐘的時間 絕對不會影響你 座面的時間 也不會影響你 去做客體的時間 謝謝洛綠師匪 哇 洛綠 還有這麼文藝的一面 洛綠好紳士 哇 好開心 還有禮物 對 真的沒有想到 文學作品 我還以為拿出 兩部法典之類的 可以查什麼的 他們需要紓緩 對 好 好 你好 早上好 早上好 你們怎麼一塊兒來了 我們洛綠早上請我們吃早飯 早上 對 向你們展示一下 這洛綠送的書 洛綠送的書 怎麼港台槍都出來了 好奇怪 因為他在跟朱綠銀講話了 好有文化氛圍 我要放在這裡 我要放在最顯眼的地方 我去我們變成晚上四點了 飛機延誤了 這麼真實嗎 我們先去討論一下吧 稍等一下 我把東西拿出來 就是你大概怎麼想的 就是大概 框架就是我們要盡量證明 能不能讓他們這個合同屬於勞動合同 如果它是勞動合同 那就對我們有利有很多 我跟妳想差不多 就是這個是否能定義成勞動合同 然後如果不是勞動合同的話 就是另一種可以叫複合型合同 所以說如果要是按照複合型合同來判 它我也已經可能沒有辦法是歸零的 就是它還是需要賠一部分 如果按勞動合同的話 可以就是不賠償 那你等一下查 然後我感覺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分個工 就是我們去的時候 第一步就是聽她承受安全 反正就是先讓她說 對 就是第二步就是問問題 第三步就是法律分析 法律分析 因為我覺得你比對主播的工作 好像就反正比我熟 然後就是我要給我做法律信息 你做問題 好 你看行不行 好 那我先過去了 開始撸袖子了 就很自信你知道嗎 給自己加油打氣 我覺得這倆女生特別可愛 對 要命女孩變身拼命女孩 我覺得你這部分寫得很好 我覺得你這部分寫得很好了 我覺得你這部分寫得非常地學術 我覺得你這部分寫得非常地學術 我覺得你換個口罐會很好 我感覺她已經出現這個 這個勵志劇當中該出現的眼神了